作為人做皮 大概是2016年9月開始 年半左右 至於衣服方面 因為我們一張八家皮大概是63格 最少要30至35件衣服 我們底面都會用 如果有較多的衣服 最多是63件 價格不同 其實是客人本身要求較多 例如有些衣服出生 有寶寶的樣子 會要求我們儘量用 有些特別價值的衣服 會要求我們特別用 反而我們就是質地上的要求 例如風衣、羽翁 那些我們就用不到 由我們之前剛剛開始 到現在開始多人認識 其實我們中間是因為 遇到有一個客人 就是麥芽智 他們幫女兒做了一張皮 是這樣的 我們店裡才開始多人認識 其實都很感謝他們 因為他們給了衣服 我們之後就從來沒有被壓力 由得我們自由創造 到最後他們都很滿意 因為其實奶奶 一向都幫人改衣服 在街市都有一個舖位 因為街市之後裝修 他的舖位未必會再有 機緣巧合下 我就在網上看到有八家皮 開始跟奶奶一起研究 奶奶都有信心做到 然後就找兩個兒子的衣服 做完之後 我們就放上群組 看看有沒有媽媽有興趣 就開始幫媽媽做八家皮 這張就是奶奶第一張 做給他們的皮仔 都經過很多改變 因為初初我們就這樣找布托底 加拉鍊 讓他們當皮袋仔用 然後後期他們慢慢大 奶奶就找一些布 再做圍邊 加大 到現在他們睡得下午 我也有被他們蓋著 對呀 他們睡得下午一起睡 然後一張搭著他們 暖一點 兩個用一張 這張是後期再做給弟弟 因為弟弟喜歡粉紅色 因為其實除了小孩子 看到張皮會開心之外 她媽媽自己是佔很大部分 因為這個媽媽是完全不捨得扔的 那她就完全 告訴我 你幫我盡量貼上去 這些很有紀念價值 不要剪 那我們就盡量這樣做 她說我不會用的 我用來留念的 可能等她結婚的時候 我才給她用 她說完 好